您知道在傳統部落學校開學有什麼樣的儀式嗎 在花蓮賀岡秀古蘭西阿美實驗國小 就有一個捏耳祈福儀式 由頭目對學生老師捏耳朵 象徵是耳提面密 今年邁入第二年的花蓮賀岡秀古蘭阿美實驗國小 為了維持部落傳統 從去年開始都會安排頭目對小朋友捏耳朵 今年比較不一樣的是 校方安排了七位新進老師 包含校長也上臺給頭目捏一下 賀岡秀古蘭阿美實驗學校 是全國第二所阿美族傳統部落學校 2020年開幕後 學生人數只有15名 老師卻非常少 在校方的努力下 今年學生增加到18名 還新增七位老師 地方上都很開心 在這個母語上有很大的一個效果 像舞蹈啊像原住民的語言啊都有成就了 今年的學生新生不但增加又有轉學生進來 那我們會以我們去年的這樣子的一個努力的基礎 包含我們在族語上的一個努力的推動 今年皆是要產生我們的族語的自己的教材 校方強調 你也多祈福是阿美族長輩對晚輩的關心 維持這些傳統就是最重要的生活教育 所以今年將原本九節的圓民課程提高到72節 增加部落生活素養 讓孩子更了解傳統文化 記住文家凱 歡迎來到報導